经常有人问有没有孕妇洗发水 事实上截止到我发视频的今天 如果你在国内市面上看到哪个洗发水 写自己是孕妇洗发水 那就都是虚假宣传 因为按照我们现行的化妆品法规 像孕妇适用的洗发水 或者哺乳期适用的洗发水 这都属于特殊化妆品要办特证 可是现在国内还尚未出台 针对孕妇洗发水的技术要求 也就是说你想办这个特证 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去弄 现在正处于这种 就是法规走在前面 解决方案还没跟上的一个时期 就如说这个擂台摆好了 规则制定了 大家发现手里都没票 所以现在孕妇是没有合法合规的 专属化妆品可用的 那现在宣传孕妇适用的 就都是虚假宣传 所以你会看到一些这种 正规的手法的专门做这种 孕妈市场的这种品牌 他这个产品明明孕妇是能用的 可是他又不敢讲 讲出来又怕违规 所以这个品牌跟顾客之间 只能采用加密通话 于是就出现了一些 诸如什么准孕妇洗发水 妈妈全周期洗发水 这种很想讲又不敢讲的便秘词汇 更有趣的是其实他通过便秘词汇已经在向你暗示了 孕妇是可以用的 可是如果你要是多一嘴去问这个客服 他只能告诉你说不能用 否则他就上套了 所以现在的孕妇化妆品市场 就是处于一边在快速增长 一边在安度成仓 这么一种微妙的状态中 所以弄的这些守规矩又想卖货的品牌 可以说是比孕妇还难受 但是你确实能够在一些平台上看到一些产品 他就是写着孕妇洗发水 那像这样的产品 我肯定建议你不要去尝试 产品经营者的连法规意识都没有 又有多大的可能性去保证产品质量 而且做这行没几个斗额 几乎都是明知故犯的 当然了 如果未来关于孕妇化妆品的特征办理的方法完善了 就有可能出现正规的孕妇洗发水 但是我估计这个时间还没那么快 但是话说回来 咱们孕妇又不可能不用洗发水 那孕妇选择洗发水 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我们下期接着聊 别忘了给强哥来个三连 别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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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来 别忘了